像十字架 背十字架的真理 我們一樣從兩個方面來思想 背十字架第一個部分讓我們思考 就是我們願意為了堅守我們的信仰 而受苦而願意付上代價 主提醒我們 我們真的很多時候會因著為了信主 而遭遇到外在很多的壓力 面對環境的張力 這些痛苦是我們的十字架 我們應該去忍受面對這樣的考驗 弟兄姐妹 你曾經為了信主付上什麼樣的十字架代價嗎 你願意為信主付上哪一些的代價 你願意為信主忍受哪一些的考驗 你能夠忍受到怎麼樣的程度 或許我心裡想 我的過程很平順 但弟兄姐妹的確有許多人為了信主 還要面對家人的逼迫 我記得我曾經在鄉下服侍的時候 有些姐妹她們為了要信主 她們為了來教會 她必須面對家裡面的壓力跟衝突 有些人來聚會一次 回去 先生就打一次 來聚會一次 回去 先生就打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姐妹她已經決定要受洗了 我們也安排好那個主意 有一個受洗的儀式 到那天那個姐妹沒有出現 所以我們知道是她的先生攔阻了她 不讓她來到聚會 就是讓我們在生活當中 我們很正常的或是我們很常看見的 為了信主所面對的 或者在信主之前 在結婚之前 你的對象不是基督徒 她會因為你要信主而不願意跟你 進入到婚姻的關係裡頭 你要怎麼樣的抉擇 或者你已經在婚姻當中 為了信主你的另外一半以離婚來脅迫你 你要怎麼樣去面對這樣子的一個代價 你信主之後 有一些的工作 他的收入非常的豐富 你需要 但是你知道那些的工作的內容 有一些不正直不公益的地方 你願不願意捨棄 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有很多讓我們看見 我們的信仰當中所要背的十字架 然而保羅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性情的宣告 在羅馬書8章35到37節 保羅這邊告訴我們 他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 是逼迫嗎 是飢餓嗎 是赤身露體嗎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如今上所寄 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 仍看我們如江載的羊 然後保羅告訴我們 靠著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 我們已經得勝有益 弟兄姊妹 我們信主必須要有 至死不渝 永不辯解的信念和態度 才是在神眼中看為真實的基督圖 如果你未曾因著信主 而受到外在的痛苦和逼迫 我為你感謝神 如果你曾經因為信主 或者現在正因著信主而受苦 我也為你感謝神 因為你是為神受苦 我深信 你的苦在神的面前 必蒙神的經驗 神必然親自的賜福於你 隨時我們來看十字架的真理 非十字架的真理 除了為了要堅守我們的信仰 而受苦負上代價 另外一個就是為了活出我們的信仰 而受苦負上代價 今天我們不是為了我們自己的錯誤 而受苦 認為那個是我們的十字架 彼得曾經教導說 在彼得前書第四章十五到十六節 這邊有特別的教導 你們中間卻不可以有人 因為殺人偷竊作惡 好管閒事來受苦 我們當為了怎麼樣的事情來受苦 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 卻不要羞恥 道要因正名歸榮耀給上帝 所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今天應該是為了活出信仰而受苦 而讓人能夠將榮耀歸給神 這個世界告訴我們什麼 這世界告訴我們人怎樣對我 我就要怎樣的報復在他的身上 這是讓我們在整個世界 在整個媒體當中 讓我們看見透露的這樣的訊息 你對我不好 我就同樣對你不好 甚至我要加倍的還給你 但是在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神怎麼說 神說不要為自己生冤 應該怎麼樣 寧可讓步 不要為自己生冤 寧可讓步 不要為惡所勝反 要以善勝惡 弟兄姊妹 這是一個 神對於我們生命的一個極大的挑戰 一個超越的一個標準 卻是神期待我們活出的生命 不是我們要自命清高 與眾不同 而是神給予我們一個做光做眼的使命 你我身上都背負的這樣的使命 弟兄姊妹我們信主前後 其實我們都會面對苦難 現在在你的生活當中也有許多的苦難 我想這是不可否認的 我們信主前後都要面對苦難 但是不同的是什麼 我們信主前我們人生的苦難是因為我們的罪 我們做錯事 我們說錯話 我們為著外在的世界的一切 我們受苦 這些的受苦是沒有永恆價值的 但是當我們今天信主之後 我們所受的苦難是為了誰 為了義 為了我們的神 為了信仰 為了傳福音 為了我們的主 這樣的受苦在神的面前 乃是有永恆的價值 弟兄姊妹 背十字架不是昨天背 或者是明天背 而是要天天背 如果我們一天不背十字架 你可能就會退後 甚至會成為基督的逃兵 十字架是現在 而且是天天要背 天天要操練的功課 真實的基督徒 你當在背十字架 這樣的一個真理的教導上面 我們有一個願意尾聲 願意立下一個意志 決定的一個行動 我想這是幫助我們知道 真實的明白 成為一個真實的基督徒 第二個部分 要我們下的意志的決定 就是要背十字架來跟從主 背起這個十字架 願意為主的緣故來受苦 最後我們一頭來思考 成為真實的基督徒 我們必須要做的第三 這樣的意志的決定是什麼 最後耶穌對眾人提出的挑戰 來跟從我 耶穌說你們當背十字架 來跟從我 我們今天十二級背十字架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來跟從主 我們必須要認清我們的目標 如果我們沒有清楚的目標 我們很容易因著失去動力而退後 甚至是放棄 主耶穌說你要來跟從我 保羅說我或活或死 總是為主的緣故 所以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基督徒人生的目標 乃是在追隨的主耶穌 我們不是在追隨我們個人的私欲 不是在追隨我們個人的財富 我們不是在追隨一份情感 我們乃是以追隨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生命當中 一個最高最高的目標 我們若清楚的知道耶穌是我們追隨的目標 在我們奔走天路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極大的動力 而不會畏縮退後 甚至輕言放棄 什麼叫做來跟從我 耶穌說來跟從我 來跟從我的真理是什麼 我們要從兩個方面來思想 第一個耶穌說來跟從我 意思指的就是以耶穌為我們當跟從的對象 我們要注意到來跟從我的我這個字 這個我是誰 這個我是誰 很清楚在經文當中讓我們知道 這個我是耶穌 是指的我們當跟從的對象是耶穌 我們知道我們當跟從的對象是耶穌 那另外一個角度我們來思考 就是什麼是我們不應當去跟從的 什麼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生命當中應當去跟從的 弟兄姊妹我們一同來看 看我們是不是跟對的對象 還是我們始終跟錯的對象 第一個我們來到主的面前 我們不是來跟從某一些的好處 我們不是為了得醫治 我們不是為了要讓我們的財富增加 我們不是為了跟從好處 第二個我們不是要來跟從神機騎士 第三個我們不是要來跟從某一個團氣和小組 我們也不是要來跟從某一個 口才魅力很好的一個講員 我們今天也不是跟從某一個有愛心的弟兄姊妹 我們今天來到主的面前 我們跟從的對象是誰 我們的主 當我們很清楚知道我們所跟隨的對象 是耶穌而不是某個人 我們就不會因為人的關係 而常常導致我們生命的軟弱 如果我們常常的看人 我們就會容易灰心和失望 倘若我們常常的仰望我們的神 仰望十字架 我們就會更多的對自我的生命有反省 我們的生命會得激勵 我們的信心會得剛強 我們的生命會得以聖結 弟兄姊妹現在你看的是誰 現在你看的是誰 會呈見你內在生命的實質 你是剛強聖結有信心的 還是你的生命呈見的是灰心軟弱的狀態 你看的是誰 來跟從我 那是要跟從我們的主 不要讓任何人事物成為我們靈性的絆腳石 接續我們一頭來思考 來跟從我 第二個部分讓我們思考的真理 來跟從我表示要以主為我們 當學習的對象 以主為我們當學習的對象 這個來的這個字 表示我們應將當 跟從主的信念化為一個實際行動的決心 我們來跟從 我們不是沒有目的地來跟從我們的主 我們來跟從 不是一個無奈的追隨在主的身邊 我們來跟從 乃是要以主為我們 當學習的一個典範 我們從主的生命當中 我們可以有哪一些的學習 弟兄姊妹 這是我們要對我們的生命再次提出的挑戰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跟從主的人 你會越來越像主 你跟誰越加的親近 你會越來越像他 弟兄姊妹你現在真的像主嗎 今天你看你旁邊的人 你真的覺得他很像主嗎 好 如果你旁邊剛好坐的是你的太太和先生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好 因為你們每天都要面對很多的衝擊 好 那我們既然說我們要來學主 那我們從主的身上 我們可以學習到哪一些 第一個我們可以從主的身上 學習主如何的去愛人 我們可以從主的身上 學習主怎麼樣去面對 他自我人生的使命 我們從主的身上 我們可以學習 如何面對生命的苦難和挑戰 我們在主的身上 可以學習如何建立與神的關係 如何建立與門徒的關係 學習如何的來服侍人 弟兄姊妹 我相信倘若你真實的跟從主 這些都會從你的生命當中 自然的流露出來 跟從主必須是持續不斷的 我們說跟從主是一個馬拉松的比賽 絕對不是一個短跑 它是一個考驗我們的耐力 跟持續力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生命的功課 持續不斷的跟從 在原文跟從的意思 是一種現代式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動作 倘若我們今天跟從主 我們跟從主 我們中斷來跟從主 我們必然會怎麼樣 我們會跟從這個世界 如果我們今天跟從的不是主 我們中斷跟從主 我們必然會跟從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堅定所跟從的對象是主 而不是神 這是幫助我們來思考一個跟從主的人 的一個真正的一個生命的表現 一個真實的基督徒 應當要留的一個生命的意志的決定 耶穌說 若有人來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弟兄姊妹 這是耶穌對你我生命的挑戰 也是我們當努力來實行的真理 我真的期待 藉著今天的信息 幫助我們每一位 東海教會的弟兄姊妹 對於我們自我的信仰 能夠有更多的凡思 讓我們真正的活出捨己 背十字架跟從主的生命 能夠真正的成為在上帝眼中 真實的基督徒 這是主對你我生命的挑戰 你願意接受這樣的挑戰嗎 你可以跟你旁邊人說 我願意接受這樣的挑戰嗎 我們一起禱告 主你說若有人要跟從你 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你 這是你對我們生命的挑戰 也是你對我們生命的期許 求你幫助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而若是已經真實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你的弟兄姊妹 求你加力量加恩典 幫助他們堅持的跟隨下去 如果還未有這樣的行動 來跟從你的弟兄姊妹 求你激勵他們願意回應這樣的挑戰 能夠真正在你的面前成為真實的基督徒 能夠真正的討足你自己的喜悅 謝謝主給我們這樣的信息和教導 如此禱告感謝 是奉靠我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